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将于19号在柏林召开 在前往德国柏林参加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之前 利比亚国民军领导人哈佛塔尔 17号在希腊首都雅典 与希腊外长登迪亚斯和希腊总理尼佐塔基斯举行会谈 据希腊媒体报道 17号在与希腊方面举行会谈之前 利比亚国民军领导人哈佛塔尔表示 自己来到希腊是为了讨论和平 当天希腊外长登迪亚斯在与哈佛塔尔举行会谈后表示 希望哈佛塔尔在即将举行的利比亚问题国际会议上 表现出建设性的姿态 并在框架内努力实现停火 恢复利比亚的安全 登迪亚斯表示 希腊愿意向利比亚派兵 以监督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和利比亚国民军兑现停火承诺 当天希腊总理尼佐塔基斯 在与哈佛塔尔的会谈中 谈及了关于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去年11月签署的有关地中海海事管辖权的协议 米泽塔基斯赞同哈佛塔尔关于该协议的立场 认为协议无效 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去年11月签订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 划定两国在地中海东部的边界线 遭到希腊等国指责 在这一段时间就会有关于土耳其的协议